好,接著還有一套,九日 二季 不要說九日,九日是粗口來的 應該是Dog Day 其實應該是動漏委會的 Dog Day的Postory 唉,九日這套 你不要這樣啦 錯,是九日加點 不是喔,我覺得二季比一季好 那不是一季難嗎 他覺得好 喂,這個蘋果OK的,為什麼? 沒那麼難 不是喔,二季最少他承認了第一季的戰爭是運動會 不是,第一季他還是告訴你這個戰爭是愛運動會 沒有,他沒有說過的 他沒有說過的 對,沒錯 你不要搞錯 第二季純粹叫勇者回歸週年紀念大會 週年紀念大會 其實只是暑假而已 只是暑假回去玩 還有召喚勇者已經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已經是一種法術來的 已經是一種 好像叫外賣 勇者放大家 他不再在召喚陣寫完那些勇者條件 那個召喚已經是沒有任何沉重的負擔 我說要召就要召了 不像上季那麼黑 上季說什麼黑到勇者條件寫完 他沒有說進到鬼會看 QB 上季 說一下真紅就帶著 兩個後宮過來 他帶著兩個後宮來尋找後宮 他帶著一個,你一個是你一門進來的 沒錯 是告訴二兩 我那邊還有幾件 其實我現在和你探聲而已 探牌了 其實他很典型地形容回第一季的第一二集 那個方式就是一個 打啦爆飛啦 對,打爆飛的場面 爆衫啊 爆衫這個就是 爆衫也是那句 跟之前都說 就是一些將領級的人物才可以享受到的優惠 那為什麼要插藍角呢 爆藍角的衣服 智翁什麼爆衫 智翁爆衫 智翁爆衫 不是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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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智翁被人爆衫的嗎 有一個騎著穿的那個 被人爆衫的 智翁 智翁不同 智翁跟大叔 你知道嗎 上到一定年紀就不能爆了 就爆不了了 那些已經是 暗於力的問題 經驗的問題 其實他兩個青梅竹馬 七海和誰還有呢 七海 另外一個 忘記了 青梅竹馬 各自成為了不同國際的勇者 當然你說 另外那個 Lifica 的變身畫面當然是有很多人有想過 完全不可 他不知為何要這樣做 他現在要換衣服,要變身玩嗎? 他不需要... 聽說你跟國家不同的技術,但不會差那麼遠 他不用文章砲的,他用科學的技術 精術,他用好個叫 結精術 但我不知為何他的變身畫面好像做到HGM 還未到 還未到? 觸手,你全部走出來 那些不是觸手 不是觸手 他身材幫件衣服 OK OK 同不了東西,所以讀下 那些純粹是電線 是嗎? 你這些是電線前程度 你很亂 完全明白,立刻閉嘴 當然你說,七海就完全是一個勇者促成班 他可以把一季真學到的東西,用一集的時間就學回 作為他的師傅,一集學到的東西,很正常 所以他又懂什麼? 懂文章砲,懂什麼氣力集中 什麼東西 什麼都懂 然後還要變成那個 裝備 一看一眼就去做 原來這樣我懂 都說了,你要把這一個是典型的RPG 學技能只是問一個實技人 學,是 這樣就學到的了 YES 即是你看新手球 你看我演示一次 然後你演示一次給我看 這樣就可以了 你已經擁有那招技能 可以 隨時都可以 頂他簡直是BULLSHIT 很正常 技能夠點數就可以了 不是嗎? TREEN一下就學到 遲些會失去 大哥,你剛剛進去 那LV應該應該是1 這麼快就學了 你真的 你用正常邏輯來看 各位,這套東西你輸了 你輸了 原來 那不是可以點太 不用正常拿出去看 那當然 LG和YES 現在重選 這麼貴 其實這個是 整體上 去到現在為止 我拿到勇者齊集了 究竟之後有什麼事 固然不知道 聖杯戰爭 聖杯戰爭是6個 LAMBA 你在我 他只有三個 要麻婆豆腐 今季他加了空戰 我會怪怪天空版 那邊 每個人都會飛 神經病 有鬼用嗎 你不知道他怎麼玩 在水裡可以滑到天空 在那邊 他的個案是 原本9日應該是1季 26集的作品 他現在剪掉了2季 但第二季1季差很遠 現在第二季是寬樂道寶燈 大連華 正式開始 沒有的 因為他看本樂是OK的 寧願一季已經開始 這個風格 反而更好 他那時候想不到 其實 當然你說 9日的這個 宣傳策略 都是LUNGE LALOHA的 A-S的耳蓋一起擺 所以 他們登記叫做 Project Nanoha Project DD 這樣擺 Project Nanoha 不是 Project Nanoha and Project DD 不是High School DD 當然你說這套東西 另外的就是 都是聽聲優陣容 水樹兩個 很罕有的水樹副兩個角色 原來有兩個 七海和Nicota Nicota 之前那個羅里 炮術師和七海 原本是會出現的 原本告訴你 如果大家聽聽 大家將來WS 拿一段博冊 水樹簽 就可以拿幾倍了 這麼多 雷樂式那一倍 商業向考慮 好 現在 他的商業向 其實幾腿 都沒有誠意 好走這個Nanoha路線 就是 什麼 他之前的第一季 都是 Comicare 擺出來的東西 整個女生去浸溫泉 出個好浸套 那些洞 是啊 有美的 不會捉某部份人 當然你說這套東西 另外就是 第三集 Libica也說過 珍鴻在這裏立Fact 所以他告訴你 他在這裏狂立Fact 是不是立死Fact 可能比較低 不會死的 這套東西是不會死人的 爆衣服才知道 爆衣服才知道 連珍鴻都可以爆衣服 就像你上次說 衣服是一個血量表 爆衣服就是沒有一個力量 第二次防御的 但很多都被人秒殺 那三個 勇者就好一點 勇者就好一點 勇者有兩電爆衣服 七海你爆完第一電 還有第二電爆 二電爆 沒東西看 其他拉打 Cast off 不知道 所以這套 我認為這套 大家開開心心地聽聽 公義的真手 我認為公義的真手配音的聲音是很尖 好像很瘦 好像很瘦 他好像拖高了自己的聲音 好像很瘦 傻子 雞叫的聲音 會比較刺耳 有時候會覺得 我就是有這樣的感覺 這套就 等一下袁桂再說 袁桂再說 袁桂再說 那你先說一個問題 這也是一個問題 可能袁桂沒有話 你不是說要說RPG 用RP分析這套東西嗎 都不知道最後能否分析到的 看看怎樣 好 那我們今集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 今集到這裡 下集再見